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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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布的加全世界总储量约33万吨 中国加的储量就高达26至28万吨 占全球总储量的80%至85%左右 但是对全世界来说 最恐怖的不是加的储量 而是加的产量 因为中国加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6% 也就是说中国说不给谁供 相关国家就没有加可用 然而 这还不是最狠的 因为哪怕他们拥有加的储量 它自己也很难生产 为什么 因为生产太难了 需要大规模的产业支撑 什么产业支撑 需要电解铝产业 你要炼出来加 首先你得制造大规模的电解铝 然后从电解铝的废渣中提取 如果你没有电解铝产业 加提链的成本就非常高 因为你首先得搞了电解铝才能提取加 电解铝的市场都是成熟的 凭空生产那么多电解铝卖给谁 然而 这还不是最狠的 因为要进行电解铝的生产 你首先得有大量的电能 发达国家现在能源普遍紧张 去哪里搞那么多电 来进行电解铝的链制呢 所以 要提取加就不只是加的事 而是需要先建更多发电厂 然后再建设一个巨大的电解铝产业 然后得配套有消耗率的制造业 这些 美国有吗 没有 没有 你怎么提取加 当然 技术上是可以提取 但没有产业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 因为成本和代价经济无法支撑 这的情况 和加类似 但储量更少 全球探明的 褶储量仅有8600吨 美国3870吨 中国3500吨 中美两国褶含量占据全球总储量的80%以上 美国储量大 但美国没有褶这个产业 也不开采 全球70%的褶油中国供应 褶在自然界中分布非常分散 很难独立成矿 它是与加类似 是含在其他矿物质中 通常与含硬化物的铅 铜和煤炭等半生 中国主要从开采煤炭 也练千辛获得褶 褶在各种矿中含量非常少 开采难度大 并且提取过程非常复杂 因此产量一直不高 2019年全球一年的褶产量也只有131吨 与提取加的情况相似 美国同样没办法短期内建成那么多产业 也就没办法轻易获得大量的褶 可能很多人会问 那现在美国如何获得加合者呢 一方面 美国应该有一些储备 另一方面 美国可以从废品中提取回收 然而 相比巨大的需求而言 无论是储备或者是从废品中提取 都意味着无法满足需求 所以 中国管控加合者的出口 是对美国最狠的一招 对美国的打击不小 尤其是后劲大 越往后美国越困难 但是 美国现在不敢暴露出来 还得继续挺 美国不是很爱卡脖子吗 天道好轮回 这下换成美西方被我国卡脖子 美国曾努力想要摆脱被中国卡脖子 2021年2月24日 美国总统拜登曾签署了一项行政令 只是联邦机构 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四项关键产品供应链 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 纽约时报称是针对中国在关键产品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 2022年2月22日 拜登政府声明 称将为关键矿物和材料的生产进行重大投资 以打破对中国的依赖 毫无意外 两年多快三年过去了就两个字 失败 前段时间又开始努力了 蒙古国稀土矿运藏也较为丰富 拥有7个城矿台 以探明稀土储量多达3100万吨 所以当我们对加合者两种关键金属 实行出口管制生效没几天 8月初 美国就跑到蒙古达成开放天空协议 以及稀土合作 美国要获得蒙古国的稀土杂版 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在中俄之间 经常可以看到有网友调侃蒙古 中俄 天下第一 因为谁敢答蒙古 先是问中俄同不同意 所以根本没出海口 乃至于蒙古国海军只有7人 既然没出海口 只能空运和陆地运输了 从俄罗斯 怎么可能 俄罗斯被美国制裁的半死 没报酬不错了 从中国 美国明显冲着中国来的 能不能让你运出去可不好说 那他们为何还要达成合作协议呢 只不过是为了威慑中国的一张废纸 这时候 拜登看上了越南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称 越南拥有全球第二大稀土矿藏 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开发 去年9月10日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重 与来访拜登举行会谈 双方认识到越南作为半导体行业主要参与者的巨大潜力 承诺支持越南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 并积极合作 提高越南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 对此 澳大利亚科亭大学教授金斯诺斯直言不会说 越南据实现其稀土目标 还有一段路要走 为什么 因为越南困境和蒙古国差不多 没钱没技术 博士顿咨询集团BCG高级顾问 国际矿业理事会前首席执行官汤姆巴特勒表示 开发周期可能很长 至少五年 具体取决于矿床位置以及矿体性质 物流以及财政 法律和许可框架等考虑因素 这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可要了老命 2024年大选在其 他能不能连任熬到五年 还得打个问号 就算能熬到 也早已变天了 不仅如此 美西方又要担忧焦虑起来了 中国稀土技术再次突破 并提升了其开采能力 9月15日 在广东省梅州市举行的科技成果评价会上宣布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发出 风化科型稀土矿电区开采技术 稀土回收率提高约30% 杂质含量降低约70% 开采时间缩短约70% 今天给美西方卡脖子 使他们就游自取 若不收起那副动不动就制裁 虚伪丑恶的无理打压嘴脸 只会搬起石头再砸自己的脚 可以这么说 以后 这种立规矩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迟早他们会习惯 世界也会习惯 毕竟美国再也不是那个 可以胡作非为的美国了 中国对美全面反击战打响了 后劲极大 管控加合者的出口 是中国在中美贸易战后 对美的最狠反击 但这绝对不是中国最后一次反击 而是中国对美国全面战略反攻的开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美国及盟友继续对中国高科技出口实施禁令 中国的反击力度会越来越大 手段会越来越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反击美国的后劲极大 中美科技战打了四五年 为啥去年八月才如此反击美国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科技战 我们毫无疑问在初期处于劣势 在这种情况下 对我们来说 让美国一步一步把招数使出来 而不是一下子把所有招数使出来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一步一步使出来 这个时间周期会很长 我们就能争取更多研发追赶的是时间 事实上 我们的确拖慢了节奏 拉长了时间周期 起到了给自己争取时间的作用 过早把绝招使出来 只能让美国更早意识到自己的短板 那会打草惊蛇 会给美国更多准备时间 我们一边拖慢美国科技战的节奏 一边留下反击的后手 这是对中国最有利的局面 我们和美国争夺的 绝非一成一尺的得失 而是全局的较量 和过去相比 中国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好的标志是什么 就是华为拥有了自己生产的5G高端芯片 大家注意时间节点 我们用加核折反击美国的时间 仅仅比华为推出新手机提前一个多月 也就是说 当我们拥有了绝对的把握的时候 我们真正对美国的反击开始了 为什么说中国对美国的反击 才是刚刚开始 因为 中国用加核折反击美国 是战略性反攻 是要一步一步让美国陷入困境的做法 过去 美国压着中国打 未来中国在很多领域会压着美国打 譬如加核者的管控 对美国来说就是重创 随着时间推移 美国缺加核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那么它的军事装备高科技领域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 中国使用这种手段对付美国 那只是用了一分的劲 因为相比加核者 中国在稀图整个领域都拥有绝对的控盘优势 只要中国一步步控制住这些的出口 对美国来说绝对是持续且长期的打击 就看这种局面 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被中国突破了 芯片都做出来高端5G芯片了 其他封锁都没用了 然而 反过来 中国要管控稀土行业 以美国现在的经济空心化情况 他们根本没有恢复这些的能力 美国作为高科技国家 那是需要大量的稀土来支撑的 当中国管控了出口 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卡中国脖子 中国一步步突破了 中国卡美国脖子 美国却很难突破 走着瞧吧 现在还不是美国最难受的时候 我们再等三五年 等到美国下届总统任期末期的时候 我们再看美国的情况 就能明白中国的真正实力了